這個404提最後做完的那個樣子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把它播放起來 就是這個電話來了 然後他會有一個圖說 那電話來了他接了 然後要去看看個秀 這邊Go Go的話就跳到第二張圖影片 然後有吸錄的聲音 並且這邊可以直接可以播放 也就是把影片放在這邊 那這邊就有一個播放的聲音出現 反正就秀一些東西 最後呢當然播完 這邊可以Home 回到什麼呢 回到前面這一頁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一個連結 可以上下跳 OK 那這個做完大概的效果是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把這些的效果分別完成 我們足以第一個 先把這個 第404提的題目先打開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分別把那個裡面 他要我們做的動作足以完成好了 那裡面有哪一些 動作要求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先在第一張投影片插入一個聲音檔 這個跟前一題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音訊的播放開始時間是自動 不過前一題好像是跨那個投影片播放 那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隱藏圖示 什麼時候停止呢 停止播放 就是目前投影片之後 在目前投影片之後 也就是這一張投影片 換到下一張就停止播放了 所以特別注意第一個 怎麼樣把這些先完成 一一樣 插入一個音訊 二的話呢 請你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404 特別注意到404裡面的哪一個聲音檔呢 那你要注意要不要選錯了 是PPD這個 這個 所以你就找這個 OK 插入一張 這個一個一個音訊 那再來的話播放的部分呢 當自動 前面是跨投影片 這個是自動 那一樣放映時隱藏 再來的話呢 不是循環播放 這裡好像是 是不是循環播放到 停止播放 目前的投影片 目前的投影片之後 所以特別注意 目前的投影片之後 循環播放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勾這個 那 那 播放時自動到 也不是這個 那效果 自動 目前 投影片之後 OK 那理論上 這個地方 印象中 是不是這個 這兩個打勾就可以了 這個自動 其他的話是自動播放 好 那我們把它播放看一下 理論上 那等一下再調整一下順序好了 我看順序 那再來就是把那個 第一張投影片裡面的 Pi 打電話的人 移到最下層 這個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 怎麼樣把它移到最下層 接下來的話呢 在常用裡面 有一個選取 選取裡一樣 有一個那個選取窗格 跟剛剛那個一樣 打電話的人是這個 Pi C1 那怎麼樣讓它移到最下面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移動到最下層 你選擇什麼 移到最下層就可以了 那 理論上這邊應該可以拖拉 不過這個看起來是沒辦法拖拉 所以我們可以從 這個 按滑鼠右鍵 移到最下層 這邊有個移到最下層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電話就把它蓋住了 可以 剛剛那個什麼 其實它剛剛那個敘述 其實意思就是說 它播放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用動畫窗格來演示比較清楚 你會播這個播放的時候 應該是這個出現的時候 就應該有電話聲音 可是它變成現在是最後 電話的聲音才出現 所以請注意 其實它要你做的是什麼 是希望第一個動畫出現的時候 那個聲音直接就播放了 因為你一個圖 然後一個聲音 比較可以搭配 所以要怎麼可以搭配 可以看到動畫窗格裡面 請你把什麼呢 把這個聲音檔往上移動 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最上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這個聲音檔跟那個PIC2 這個是同步的 有沒有它進來了 才是會有一個那個 要不要去看秀的效果 所以特別注意 動畫窗格裡面 把聲音移到最上面 OK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 這後面就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這個停止播放 目前的投影片之後 實際上就是把那個 聲音檔移到最上面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 按一下那個第一張投影片 裡面的GO 可以前往第二張 然後播放的聲音是七處 所以這個GO的話 實際上在哪裡 在插入一個動作 這個前面有講過 那跳到哪裡呢 第二張投影片 那投影片裡面總共會有兩張 那所以你就選投影片 找到第二張投影片 按確定 這個意思就是跳到第二張投影片 播放什麼聲音呢 吸住的聲音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吸住 按確定就可以 那這個第三題就完成了 第四題的話呢 就是順序 這個順序的話實際上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實際上就是 你把第四張投影片 這邊的順序 它第一個是聲音檔 OK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把聲音檔移到最上面 那怎麼移動呢 按用拖拉的方式就可以移到上面 再來是電話PIC2 這沒問題 再來是打電話PIC1 這個也沒問題 再來是圖說文字 OK 這也沒問題 再來是最後一個 那第四個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做的動作 就是把這個部分呢 把它分別完成 那就第四個動作 第五個動作的話 就是加入影片 所以是投影片 第二張投影片 加入一張那個影片 那並且設定什麼 按一下 按一下的時候才播放 然後呢 大小位置替代文字 這個跟前面設定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切換到這一張 那再來呢 把視訊點下去 找到哪裡呢 找到你的那個 我是放桌面上 練習檔 我們的P 第404題 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你的一個影像檔 那也就將來 如果說你有一個影像檔 自己拍的也好 或YouTube上面抓下來的東西也好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呢 插入一個所謂的視訊 也就是在PowerPoint裡面 除了可以加聲音檔之外 也可以加視訊檔 那這個視訊檔 它是一個WMV的檔案 把它加進來 插入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再去調整它的大小 其位置 大小其位置前面講過 所以按右鍵 大小 位置 最後有一個替代文字 那這個我想前面都講過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 自行再完成 那這個動作 我們第五就完成了 第六的話呢 就是第二張圖影片裡面 再增加一個動作按鈕 其實跟前面那個類似做法 只是你要找到首頁 然後分別去設定它的什麼呢 高跟它的寬 然後呢 它的位置 並且在做什麼呢 這個Home要移動到哪 替代文字這個我想也一樣 那動作的話呢 就是跳到什麼 自訂 放映 1 不過自訂放映1 這個地方如果你還沒產生的話 可以先做7 再做 再做6 簡易倒過來做 那我先把那個 自訂這個一個首頁的部分先完成 插入一個所謂的什麼 一個圖案 圖案裡面的話 記得找到首頁 首頁部分的話 這邊有一個首頁 其實就是一個Home 那你把它按下去之後的話 在下方拖拉一個 適度的大小 然後它要做什麼呢 要跳到什麼呢 自訂投影片 裡面的自訂投影片1 不過目前這個不存在 所以 我是建議 你先做什麼 先做那個7 再做6 那怎麼去自訂一個投影片 這邊有一個 投影片放映裡面呢 找到自訂投影片 這邊有一個自訂放映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很多張 你可以設定一個播放的順序 那個順序呢 就不是按照原來的1234 你可以任意的去跳 那你可以新增 哪一張呢 投影片1就好了 我就一張 按確定 那這個地方按 關閉之後的話呢 在 投影片放映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什麼 自訂放映1了 這個是 你自己 自訂出來的 一個放映方式 那我們做完這個 自訂放映1之後 再去做6 所以 一樣 插入圖案裡面的這個首頁 拉一下 然後呢 跳到哪裡呢 自訂放映 剛剛 自訂放映裡面呢 是空的 不過現在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自訂放映1 按個確定 好 那它就會其實 也就是跳到第一張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題目裡面還有沒有其他的 這個 就是跳到第一張就好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其他當然呢 這個 按確定之後 裡面按右鍵 一樣要設定 大小 題目有啦 請各位自己在 針對那個題目 位置 它裡面也有 替代文字 分別輸入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就 完成 那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再播放一下 我給它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